Hey come on come on Energy在失望 你太难了 有话中指教 我们是Energy 这一生Energy歌迷们等了22年 爱到某年某人某一切 直到我微笑的闭上眼 五位团员们再次聚首发行专辑 举办的唯一一场签唱会 一路从下午5点前到凌晨3点 为了不让几报信义区广场的5000名歌迷失望 坚持千万踩走 这盛况仿佛将画面拉回到当年 五个年轻大男孩 有颜值会唱歌创作 还很擅长跳街舞 坚决偶像魅力与唱跳实力 2002年出道就爆红 一个多月后便在中正经验堂 举办万人演唱会 专辑销量攻占各排行榜 Kenergy算是我是第一个成员嘛 那时候就是因为真的是 有跟日本公司训练 我就有了解 什么叫偶像团体 然后也真的参与过他们演唱会 知道什么叫演唱会 我就问我的好朋友 现在跟他要不要一起弄 意外在练舞之后 也会认识到好朋友 阿迪那时候在 其实在别的公司 所以我们就这样组起来了 夹着超高人气 一年就发了三张专辑 还到海外开唱 但随着促成Energy成军的 第一位成员Toro 因为经济合约纠纷 在2003年离开 接着2005年 团长牛奶也为了追寻 舞蹈梦想的退团 经历团员更替 自此这五个人 没再合体过 直到2017年 在这里我只想说 只是唯一的歌曲 又一次五个人剧 就是15周年 15周年 五年没有碰 谁揪的 忘了 我们在KTV 在KTV 对 可是忘了谁主旧 成军15周年的惊喜直播 勾起许多回忆 但终究是一页限定 真正将彼此再次拉近的关键 是成军20周年时 Toro拍了支 本意是告别的纪念影片 因为牛奶 看到影片之后 午夜梦回的时候 梦到了五个人的影子 他就跟他的 当时也是现在的太太说 我梦到五个人的影子 太太就鼓励先生说 那我鼓励你跟他们接触 于是这位牛奶成员呢 就找上了 唯一有联系方式的昆达 说你可不可以把大家 拉一个群建立起来 他们之前有一些Beef Beef应该消失了吧 消失啊 要不然现在我们怎么会坐得这么远 想说我们好 你要我多年 牛奶我们缠在一起 在那个血气方刚的年纪 后续离传的脱肉和牛奶曾经有些心结 但当男孩变成男人 当年那些过不去的 早已云淡风情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 会面临到的一些问题 就是可能大家心里有一些想法 但是其实没有及时说出来 对 那我觉得我在那个当下 因为20周年 其实你知道这个日子 真的再过了又要等25周年 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我先做这件事嘛 因为你今天你没有去做 你就不知道会有什么 状况 那如果我去试了 大家没有办法聚 但我觉得我不会有遗憾 开始一坐下来 乃哥就先跟大家讲 为什么他想要约大家 就把他心里的话 就是很坦诚的 他先整一段自白啦 对 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 没想到我们还可以聚在一起 每年的7月12的前夕 都会处于一种等待 就是谁要先开这个头 会不会有人先开这个头 我们是不是要聚一下 7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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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郎真女不要碰面 要欢迎 Energy 好久不见 都跟你说放手 不要再听你的借口 都跟你说放手 不要再当 小心点上的借口 终于2023年4月 在五月天高雄市运主场馆的演唱会上 Energy以嘉宾神本出现 那时这五个人 睽違20年后 再次和平 站上万人舞台 展现就像不曾分开般的默契 那个醉沙舞蹈男团回来了 并在2024年元旦 宣布成为五月天师弟 正式回归乐坛 让我为你跳 让你跳我跳 发新专辑开演唱会 恭敬北高双旦 老歌迷没离开 加上新歌迷的加入 两场门票开卖至秒杀 新歌舞到16吨 更掀起全民挑战疯狂 让实际年轻人 也重新认识了这个 他们眼中的新男团 现在是星期五晚上 我问你现在是礼拜几 现在是星期五晚上 可没错 那你要跳吗 你要跳吗 你要16吨吗 你要16吨 我们最近的事情都撞出来的 然后我们都有点珍惜 上天给我们一个幸运的 在照顾我们五个前进者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期待说 我们不知道Energy 可以走成什么样 我觉得那个状态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是一件一件事情 就是把它当下做好 努力 然后再来下一件事情 然后我们也期待什么事情会发生 当年在全盛时期奔道扬镳 留下歌迷无限遗憾 多年后的回归 又只是填补了谭月曼新装的缺 并给了歌迷再次回忆青春的机会 二刷油里Energy才完整 也看这次他们不会再放手 不再谈分合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